1995年,在陈云90岁生日那天,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座谈会。会议由胡锦涛主持。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。江泽民说,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。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。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。 他的三卷《陈云文选》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